来现在咱就用面向对象的思想来设计这么一个类 我就给你写一个 写一个什么类呢 写一个学校类好不好 那你来写啊 你得明确我的定义 我的定义 我跟你说 什么是类 类 是什么 是什么 把一类事物 一类事物 事物 的相同的特征 和动作 整合到一起 就是类 是不是这意思 对吧 类是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概念哈 那什么叫对象呢 对象是不是就是事物 就是一个具体的事物 具体的存在 是这意思吧 对不对 怎么具体的存在呢 是不是 是不是就是类 是不是基于类来的 对不对 对吧 是 基于 类 而创建的 而创建的一个具体的事物 是它吧 对吧 对吧 然后它是写 写上是具体存在的 啊 然后这个对象是不是也有 什么东西 它是它是由类而来的 类是不是有特征跟动作组合而来的 对 那你个对象是不是也是特征跟动作组合到一块 对不对 好 那这就是这两个概念出来了 那现在我要让你创建出一个类来 这个类叫什么 叫学校类 好不好 那叫学校类 那你在创建的时候啊 先不要着急去去写哈 你先来想 类的概念是要有动作 要有特征对不对 那你就来想 学校应该有哪些特征啊 你是不是要想明白了 学校特征有哪些 是不是应该有名字 好 那还应该有什么 还应该有地址对不对 还应该有什么 什么东西 还有类型对不对 对不对 撕裂还是公立的对不对 还有什么 是不是很多呀 就无所谨 你能想几个先写几个放到这 可不可以 反正后面你还可以加吗 对不对 那学校都有哪些动作呀 教学是学校的动作吗 应该不算学校的动作 你能说这个学校正在 你不能叫教学 应该是这个学校开开设了哪个课程 对不对 你应该课程是不是应该在这个位置里面 是不是特征里面啊 对不对 教学是不是老师才有的一些动作 是的意思吧 好 那学校有什么 有什么动作 考试 考试 考试算不算 算吧 算一个哈 算一个 然后还有什么 想放下了吧 是不是 不是教教学 还有什么 是不是还有招生 对不对啊 是不是还有招老师 是不是还可以开除学生 可以啊 开除你还不给你钱 对不对啊 啊 就经常经常艾雷克斯这么说哈 你在随地储担就把你开了啊 而且学费还不退 哈哈哈 对 可能你会想对不对 这哥们老老 艾雷克斯说话老逗了哈 老老有的 我以为 我本来以为他老他随口老说老说 把这学生开了 把那学生开了哈 我以为这哥就是把人开了 学费不要 结果开了也不退学费 有意思了 没没真开哈 没真开哈 好来 这是学校类咱是不是总结好了 那总结好了 你就来写吧 来来写 写一个这个学校类 用面向对象的思想 基于你现代所学的知识 你是不是只会一个DEF 是不是来来来来去定义啊 对不对 首先为什么要有DEF 先别说DEF 咱先一步步来好不好 学校我可以来一个叫School吧 School School 对不对 等于什么呢 我是不是描述学校的特征 是不是可以用个字典来 对不对 那这是学校的名字 对不对 Old boy 对不对 然后还有什么 学校的地址 是什么 沙河 会到上上 我就不墨迹了哈 我就不墨迹去了 就沙河 好吧 然后还有什么 什么类型 类型是什么 是不是私立的 对不对 培训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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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low了哈 私立学校 来 它动作 动作是不是就是一个功能 功能 功能是不是用DEF去写呀 那DEF定义一个 它有什么 考试 真的不愿意这么堕落 就我为了方便你理解我什么写 好吧 你写的时候就是写成这个英文 好不好 也不然你出去以后 你会被人骂的哈 好 你们懂哈 来 考试 来写上 你看啊 写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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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什么学校正在考试 对不对 这意思吧 但你这么写你会发现 是不是跟你上面这个学校什么 没有没有关系啊 怎么样变的有关系 是不是能给人定一个参数 对不对 你在后面是不是可以直接调这个参数了 对不对 百分号S 然后写上这个 调这个学校名是不是就SGU SGU 然后什么东西呢 是不是学校名字 是不是通过K去调就行了 对 对不对 好 这个讲怎么标红了 SGU1 不是不是不是SGU1 没问题啊 我这不是写的吗 SGU1 我写错了 SGU1 我写错了 是不是SGU1 SGU1 对不对 没关系啊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招生 对不对 太堕落了哈 好不好 真的是为了方便你理解哈 好不好 好 然后什么东西 是不是百分号这个这个 这个你可以写一个这个学校的类型 在这放着 还是不是什么叫什么学校 对不对 然后正在招生 然后就是百分号 然后是什么 然后是什么 SGU 然后是 type 什么类型啊 什么学校啊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 SGU NAME 对吧 你这样是不是就是定义好了 学校是不是特征有了 是不是 你的学校的动作是不是也有了 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 问题的关键 你可能来了一条狗 是不是也可能去调考试的方法 所以说我教给你怎么写啊 我教你怎么写啊 我教你怎么写 为了为了为了把属性跟动作整合到一块 第二 你只学过一个用作用域的方式 是不是可以把他们两者 是不是包含到一个局部作用域里面 这样外部再来是不是就调用不到 是 是 所以说 咱现在 基于现代所学的 你是不是只能只学了一个 是不是欠套函数来做这件事 对不对 那我定义一个叫SGU的 这么一个函数 在这个函数里面干什么事呢 是否他们 可以不见一下 这样是不是全跑到局部作用域了 是这意思吧 但现在问题所在是什么呢 是什么 你是不是只 现在只写死了 只能有一个学校 对 对不对 咱现在是不是在定义一个类 对吧 类是不是来描述某一类事物的 是这意思吧 你这个位置可好 你是不是直接写死 就一个学校 所以说 为了防止它不被写死 你说这个位置 是不是不能用 直接写死的这种方式 你是不是要给人 传一个变量啊 变量由谁而来 是不是最上次 最外层那个 是不是传进来的 有Name 是不是ADDR 是不是还有Type 是不是它传进来 传进来 我是不是在这个位置写的行了 Name 这是什么 ADDR 然后什么 type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但是这么写 写完了以后 你看哈 你这个函数一运行 是不是什么小管都没有 嗯 应该怎么办 应该怎么办 先别说这个了吧 先说现在 是不是有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特征有了吧 动作也有了吧 对不对 好 你现在你外面 再定义一个函数 这是在解决什么问题 这是在解决 是不是来了一条狗 可能也调用学校的方法了 对 是这意思吧 这是只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是不是用局部作用欲去去做到的 对吧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是你的 你学校的 特征 跟学校的 动作 有没有绑定到一块 没有 是不是仍然没有绑定到一块 怎么做的绑定呢 是不是就在这个字典上 是不是下功夫就行了 对 怎么做绑定 是不是这位置来一个叫考试的 这么一个k 这个k对应的value就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考试的那个 对应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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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说明了 对的 然后还有什么 是不是还有招生 下滑线的哈 招生 考试啊 这个k是不是无所谓了 就为了给统一起来 然后还有一个叫叫招生 好 那放到这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是不是就完成整合了 对不对 但这问题所在的是什么呢 这俩还说是不是应该放到下面 这也是说还没有定义了 对不对 对吧 那就放下面吧 那就放这吧 放到这 来 你看我现在要产生学校 怎么产生 S1吧 是不是执行这个 Sgoo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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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韩硕是不是就可以了 Sgoo这个韩硕 定义错了吗 又写错了 这就暴露我英文水平了 啊 来 你这个是不是要往里面传参数 对不对 传一个参数是什么 是吧 Old boy 然后还有什么 地址 是不是沙盒 还有什么 还有类型 是吧 还有类型 私立学校 还有 是不是就完了 你传的就传一对什么 你可以发现你传就传一对什么 就行了 是传一对特征是不是就可以了 你一传是不是立马 这个会运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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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是不是运行的是不是是他 对不对 好运行他完了以后就完了 你是不是没有返回啊 你这个S1此刻拿到 是不是就是一个难 所以你在这个位置 要控制一下 是不是return 是不是sq1 啊 sq1 sq1 别叫sq1了 怎么怎么叫sq1了 就一个sq行不行 就一个sq区分不开啊 是吧 叫叫叫 叫sch吧 好吧 然后返回去sch 好不可以 那现在是不是就拿到了 对吧 对吧 好 那你现在你可不可以s 我先给你打印一下这个字点啊 然后你再这个看一下 这是不是就是 返回的这个字点 是不是就是 动作 跟 特征的一个整合了 对不对 这是不是就是面向对象了 是这意思吧 对吧 但是现在还不够好 还不够好啊 你看啊 先说现在 已经能用了 我来调学校的名 可不可以调 可以吧 说了多倍可以了吧 好我还可以怎么办 执行里面的方法吧 执行方法怎么执行 se 找到什么 找到是不是招生 招生这个k 是不是正好对应一个 是不是还说内存地址啊 对不对啊 然后 运行它是不是就是二一行 那这么执行 有什么问题 没有参数 是不是没有参数 对不对啊 你看这个韩说要的参数是什么 sugu sugu sugu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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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你传个参数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不对啊 但是咱这个位置 是不是通过 自点的方式去取值啊 所以说你传一个值 是不是应该传一个字典进去 对不对啊 你原则上可不可以传任意字典 什么字典都可以传 只要字典当中是不是有type 这个k 有内部这个k 是不是都可以 对不对 没问题吧 但是你来想 我现在要让你做的 是不是se这个学校 去执行学校自己的方法 是这意思吧 是这意思吧 se是不是老男孩这个学校 我要让你做的是老男孩这个学校去招生 是不是这意思啊 那你给我传的这个字典 你告诉我 你能给我传一个 叫什么东西呢 叫北大青鸟的一个学校字典进去吗 是不能啊 是不能啊 可以传 但是原理 但是是不是你不应该那么去做 是这意思吧 那我要把老男孩这个这个这个 自己传进去怎么传就是谁 是不是就是se自己啊 这样一运行 是不是就显示私立学校 old boy是不是正在招生 是不是这意思 没问题吧 好 这是已经能用了 但是还不够好 哪样不够好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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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变得好一点呢 你看我怎么改的 我怎么改的 我是不是把这一堆 代码 是不是剪切一下 说我在这位置 是不是在在局部作用译里面啊 这一局部作用译里面 再定一个是不是叫IIT的这么一个 函数啊 这个函数里面写上 Nemo ADDR Type 然后 把这一道电脑粘贴过来 是这意思吧 你看你这里面是不是就整洁了 这个是不是是什么 是不是学校的动作 这是不是学校的动作 这个是不是用来初始化一个学校 是这意思吧 但是你这么写的话问题又来了 你是不是没有任何的 你一执行scoo 是不是没有任何的东西在执行 是不是这意思 对吧 你看你这个目的是不是一执行scoo 这个函数 立马给我返回一个scoo的对象 是不是这意思 那怎么样能帮你生成一个对象呢 这个对象应该包含了学校的特征 跟学校的动作 哪个函数在做这件事 是不是就IIT在做这件事 把学校的特征跟学校的动作 是不是整合到一块 然后最后是返回一个值 也就是说 你在执行scoo这个相当于一个类 对不对 你在执行这个类的时候 这个类应该内部自动去触发一个初始化寒数的运行 是不是这意思 那怎么样去触发它呢 就运行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不对 运行它是不是 然后把结果拿到是不是就可以了 ADDR type 是这意思吧 最后在这个位置怎么办 数据天下是不是就OK了 这是不是就齐活了 一执行它 立马会触发一个初始化的一个函数 初始化函数运行的结果是把 学校的属性 是不是给初始化了一下 还有给 这个学校 老男孩这个学校 是不是加了两个动作 是这意思吧 最后是不是返回了 是不是这意思 那 这就是运行对象了 对吧 那你看哈 这个位置还没完哈 你看 我INIT写到这个位置可以哈 可以吧 来 我可不可以把INT啊 整体拿到最开始的位置 会不会爆串 不会 为什么不会爆串 为什么不会爆串了 最开始的时候 我在这个位置定一个字典 不是爆串了吗 不是说找不到这个函数吗 为什么呀 为什么我这个INT定义到最开始的位置 现在又行了呢 因为这函数是不是根本就没执行 所以里面 你是不是写任何没有意义的东西 是不是都没问题 是不是这意思 是 都没问题哈 因为你在执行的时候 你下一个是不是在这个位置执行 这个执行 你说 这个加带完了没 这个是不是也加带完了 所以你在执行它 是不是根本一点问题都没有 没有 而且之前跟你讲的风识理论 还能记得风识理论吗 忘了 忘了 哈哈哈 好 来 你看 这个是不是就是 这就是面向对象设计 哈 在一个 这相当一个对象 在定向里面 是不是先定义一个初始化函数啊 初始化函数啊 然后在下面再定义一些 类相关的是不是特征 对不对 初始化函数里面做什么事呢 是不是就把 这一类的这一类事物的特征 跟动作是不是融合到一块 对 最后给我返回 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吗 你看 无穷刚来一会就听懂了 对 哈哈哈 太太太太不给面子了哈 哈哈哈 好 来 你看 这么做完了以后 是不是就 产生老男孩学校 是不是可以用了 我可不可以再产生第二个学校 可以吧 再来一个学校叫什么 在产生学校 是不是就在掉这个 相当于这个类啊 对不对 掉这个类缠谁去 老男孩还有什么 清华 清华 清华吧 我希望清华跟老男孩是一个级别的 哈哈哈 不是 我这个话说的有问题是吧 不是 我希望这个老男孩跟清华是一个级别的 超过 超过 这个你们不知道啊 对不对 回到再跟你说吧 有些学校他 他的口号是三年超过这个清华北大 十年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你不知道是吧 这左手清华右手北大 清华北大 什么 在我脚下 啊 这老牛逼啊 你知道啊 好 来 北京哈 我觉得老男孩也应该有这种口号 有这种口号咱就能 咱就能牛逼了 是不是啊 好 来 清华清华是公立学校 是吧 那你现在你看你在调用S2打印一下S2 看有没有产生 一运行 你看你是不是又产生了另外一个学校 是不是叫清华 对不对 对 你是不是你可以打印清华一堆信息 是不是就出来了 S2 然后他的名字 还有他的 什么 是不是地址 还有什么 是不是还有他的类型啊 是不是都有了 你看 这是不是出来了 对不对 你是不是还可以 清华是不是可以执行自己的动作呀 对不对 执行动作就是S2 找的是不是招生 对不对 然后呢 是不是把自己传进去 对不对 一运行 是不是公立学校清华是正在招生 好 那这是面向对象的一个例子 我又给你写了一个例子 那还有一个叫叫叫叫叫什么东西呢 人 还有一个叫什么 还给你举了个什么例子 让你去做 人 定一个人的例子 有点 人的例子你会写了吧 会了 会了 那个产品经理 会了吗 会了哈 是吧 是被逼了吗 被逼着说会了哈 好 那那这样哈 要自己理解的 知道谁会 对 对 总之啊 你实验哈 面向对象 面向对象 你就把握这 我跟你说这几点就行了 什么叫类 什么叫对象 什么叫面向对象呢 什么叫面向对象呢 面向对象 是不是就先定义一个类 对不对 定一个类 你的思路是什么呢 你的思路是怎么去定义出这个类来的呢 看没 怎么进去 先找这一类事物是不是共有的特征 再找出这一类事物是不是共有的动作 对 然后是不是在想的第三步 是不是就是整合到一块 那是不是就就就生成了生明了类啊 对不对 具体怎么做 是不是说 我给你提供了一种用咱现有的知识 df的方式 是不是怎么怎么样去变相对象 是的 是吧 好就这么去做哈 思路很明确 完了以后来接着看我这个哈 编程的进化论 进化到这个位置 还说这一部分哈 如果我们 把这个数据跟动作内嵌到一个结构体里面 我们就有了一个对象系统 对象系统 啊就有了一个对象系统 所以说你你看哈 你看哈 我怎么样引出类人了 是不是最开始是定义一个人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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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典 又定一个狗的字典 人是不是可以去 钓用狗的方法了 于是我做了什么处理 什么处理 是放到同一个作用域里面了 这是不是又做了一次进一步的结构化 进一步什么样的结构化呢 是不是把你本来是分离的数据跟动作 本来你看哈 你没有面向对象的时候 你是不是数据跟动作是不是分离的 这是不是一种也是属于一种一个层面的没有没有结构 是不是这意思 对不对 那你面向对象的意思是不是做了一次更进一步的结构化 这一步的结构化是不是就是把数据跟你的动作是不是又揉到一块了 组成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结构了 是不是这意思 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是不是属于这个程序发展的一个就是一个阶段 能有什么意思吗 发展一个阶段 它就是一个这个这个这个 一层更更高级别的这么一个 结构 下一个阶段 下一个阶段 人类灭亡了 下一个阶段 来 假设你是一条狗 我没有结构化数据来表述你就是数据与动作是不是分离 这是一种情况 对不对 面向对象是不是就是数据与动作的结合 我说的数据是不是就是特征 对吧 好那面向对象设计 什么是面向对象我都说过了 可以吧 好 完了以后咱来看一下我这个东西 什么叫面向对象设计 将一类事物设计特征整合到一块 寄面向对象设计 面向对象设计不会特别要求面向对象编程语言 这点我要引出另外一个东西 叫什么呢 叫面向对象编程 看上面叫什么 面向对象设计 面向对象编程 什么叫面向对象设计 面向对象设计 是不是只要符合这个条件 是不是就是面向对象设计 对 什么叫面向对象编程呢 面向对象编程 给你看啊 一个最直观的一个印象 先不要管这是在干什么 我就给你看一个最直观的一个 一个东西啊 来看 我做了些什么事 我是不是用class 是不是在定义你那个东西了 咱说本来是不是def去定义啊 我现在是不是用class去定义啊 class里面做什么事你看 是不是定义一个 这是在干什么 这是不是就是定义一个 韩说 这是不是也在定义 这是不是也在定义 是不是也在定义 这个self是什么东西 什么叫self 你告诉我 自己 学过英文吗 英文你自己叫什么 是不是叫myself 对不对 你看 你看我的英文八级啊 对不对 myself 对吗 myself 对不对 是不是就自己的意思啊 是 但是你看写到这个位置 它就是一个什么 对 这对韩说来说就是一个什么 参数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参数 对 是不是没有什么特殊意义 对 但是咱当时在讲韩说的时候 跟你 不是在讲那个 这个这个命名规则的时候 跟你说 是不是你 命名一个变量 或者是参数 只要你命名 是不是最好有意义 对 是不是这意思 那这个位置 它是不是就在声明了一个 参数 参数 声明了 是不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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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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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说的一个位置参数啊 那它写一个self代表什么意思 它是在提示你干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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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韩说在运行的时候 是不是要把自己传进来 来你来看啊 看待这个练习啊 我在调用这个se的方法的时候 怎么调用的 括号是不是就是 在把自己传进去了 对 所以说这个位置 你看咱写的这个死固 是不是就是那个self啊 对 是不是就是他呀 是 我一想按它 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换成self调用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 所以我就不用给你磨叽了啊 就是这个原理 它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所以说有老多 有老多之前讲面上对象 就会花大量时间 在介绍这个self 没必要 它就是一个韩说的位置 位置变量 位置参数 能说什么意思吗 他给你展现出字面的意思 就是自己 代表你传值的时候 这个位置 传的是不是就是对象自己 好你看哈 这个位置看完以后 你来看 到我一在运行的时候 你看到个 这是在干什么事 到个加一个括号 这是在干什么事 来别看上面的东西 来 把上面这个东西 我给你删掉 你告诉我 到个加一个括号 你在干什么事 这是不是就是在执行函数 对 就是在执行函数嘛 没问题啊 只不过现在你看哈 它是不是用 相当于用类是不是去声明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过程 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 它就是在运行函数 运行函数 做了件什么事 是不是传餐呢 传餐传给谁了 是不是传给一个叫 INIT的初始化函数 对 是不是这意思啊 是不是就传给他了 这个位置有点问题 到时候咱会详细讲这个函数 他是不是就跟咱这个设计 是不是很像 是非常非常像 是这意思吧 好 那唯一有一点不像的地方 就是在哪 你看 你class定义的有一个 在最后有一个return吗 没有 没有 这就是class 比咱那个 在语言层面上 稍微方便的一点功能 怎么方便呢 是不是就不用在下面 再return一个 叫INIT 什么运行的结果了 对 但是你要知道 它本质 是不是就是在执行 一个初始化函数 是不是给你返回一个值 对不对 你看哈 到个1 你现在不懂 完全不影响你的理解 我来给你看一看哈 print 到个1 有一个内置函数 叫杠杠Dict 有个内置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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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置这个 学校属性 回来跟你说 就是内置特征 杠杠Dict 你先说Dict 什么意思 这就是字典 这个就是在看到1 这个字典的形式 就是在看到1 字典的表现形式 一运行 你看什么 你看到什么 来说你看到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不是就是在函数 return的那个字典呢 只不过这个位置 是不是好像没包含 那个那个函数 有点 没问题 不影响你的不影响你的理解 你这个位置 你就已经知道了 它实力化的过程 是不是最后 是不是就是在运行 IIT 函数最终 是不是给你返回一个字典结构 跟咱的设计一不一样 一样 是不是一样的 能懂吧 所以说你现在知道了 什么叫面向对象编程啊 什么叫面向对象编程 面向对象编程 面向对象编程 是不是就是使用class 独特的语法 来进行面向对象设计 对 是不是这意思 对吧 你如果不用class 是不是用DF 可不可以基于面向对象设计 也可以 只不过你要在语言层面上 是不是多下点功夫 是 是这意思吧 class只不过更方便一点 能懂什么意思 好 懂了这个以后 面向对象 你就懂了个差不多了 来看 你就真懂差不多了 来看 这个位置 我就骂人了 正本情缘二 有人说 只有class定义的 这才是面向对象 DEF定义的 韩顺就是韩顺相关的 跟面向对象一点关系 看见什么 看见什么 大傻逼 大傻逼 好 这个完了以后 来一个小节 来 一门面向对象编程语言 不一定会强制你写 这个OO代表什么意思 就你看上面写的 就是 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 这是面向对象 编程 编程是不是就programming 面向对象设计什么 也是object oriented 设计的意思 OO代表是不是面向对象 对吧 他说一门面向对象 变成语言 不一定会强制你写 面向对象方面的程序 像你的Python 咱的Python 就是一门变向对象语言 什么叫面向对象语言 就是这个语言的强大之处 在于它提供了 丰富的class方面的方法来给你用 懂什么意思吗 这是代表这意思 它不会强制你写OO方面的程序 你看 你到目前为止 你学完Python以后 你是不是已经能写很多功能了 你基于面向对象做了 没有 对不对 Python不会强制你去做这件事 比如C++ 黑白认为更好的C 而加2可以要求万物接类 这些无所谓 你理解一下 然后 Python当中 类跟OOP都不是日常变成所需 就是所必须的 也就是说 你卡卡定义一堆函数 全用定义一堆函数去执行 基于那种面向过程的方式 可不可以 基于函数是可不可以 可以 都可以 好 来 这个 用面向对象 看见这句话了吗 用面向对象语言写程序 和你的程序设计是面向对象的 这两者根本就是两码式 是不是这意思 能听懂吗 可以 听懂吧 用面向对象语言去写程序 意味着你是不是就用class 这种方式 在Python当中 是不是就用class 定义class 就是定义力的方式去实现 对不对 你这种方式是面向对象的 没问题 是面向对象的 那我用DEF去定义的那种 刚刚演示的那种 是不是也是面向对象 是这意思 因为我在设计层面上就是面向对象的 来 你看 这个位置给你举了个很好的例子 说 C语言 C语言写的Linux那盒 是不是Linux 对不对 就做的 实际上比C++加 搞出来的很多这种大多数项目 更面向对象 大家都知道C语言是不是面向过程的 对不对 实际上它设计出来的比你面向对象 纯面向对象语言 还有面向对象 咱讲的是设计层面 不是说定义函数 就是 函数是相关的 能懂吗 我就是为了给你颁证这个观念 这个意思是吧 自以为到处下写Class式的面条式的代码 它是面向对象的征统 而思脑今的Linux搞出的这种 这个这个的犯文件 就是一切接文件的概念 什么叫一切接文件你知道吗 Linux当中是一切接文件 什么什么叫一切接文件你知道吗 之前之前你们有人跟我说过叫一切接什么 一切接对象 一切接对象 什么意思是不是就把 把所有的东西是不是都都都都都设计成对象这种方式 设计成类的方式 对不对 一切接文件也是这种概念 也是这种概念啊 所有的都是文件 什么意思呢 我把这个这个 你看文件应该有有有有有哪些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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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征啊 文件是不是有文件名是不是有路径 是不是各种各样的特征 文件还有什么什么动作啊 是不是读写啊 这个 是不是读写方法啊 对不对 这是文件的类啊 这是文件类是不是定义好了 对吧 然后 我用这个类 我可以去就是怎么办呢 创建什么东西呢 创建硬盘 创建出一个硬盘对象 创建出一个什么 文的文件 创建出一个进程的这种东西 什么意思呢 一切接文件 所有的东西在你面前是不是都变成一个文件 能懂什么意思吗 怎么实现的 是不是就我刚才讲给你讲那个思路 先定一个类 把类的是不是共同属性 共同那个特征跟方法是不是提取出来 是这意思吧 然后是不是由他来产生一个具体的一个个对象 这是被一个设计 对吧 那这个设计是什么 什么风格的 是就面向对象的 所以说C元那个内核 他给你提出的概念叫一切接文件 实际上他就是一种面向对象的这种思想 懂什么意思吗 懂不懂 所以说哈 你一定要摆正这个观念哈 我给你正过来了吧 啊 你说原来都不知道 没什么冲击哈 好吧 来 这个上午的安静先讲到这儿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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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